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约5000人参与 这次的会议在10月4日开启 为期四个星期 书记、主教、师讷、男女评讯徒、男女会士、专家及其他基督信仰教会的代表 围绕着共义同行的一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教宗在《梅撒港道》里表示 在这段时期我们得以发现兄弟友爱的美好 我们彼此聆听 更重要的是 凭着我们丰富多彩的经历和敏虑性 我们聆听了圣神 今天我们还看不到这个进程的全部成果 但凭着圆见 我们能够展望在我们面前闯开的视野 上主将引领我们 帮助我们成为更有共义同行精神和传教使命的教会 祂朝拜天主为当代的男女服务 而且走出去将福音、威藉人心的喜乐带给所有的人 除了宣讲 亦都需要接纳 朝拜和爱天主和爱人 教宗在反思里引用了 马帝尼书基和甘口若望的思想 指出爱是首要的界明 啟发人的根源 不是我们的策略 不是人性的计算 不是陈世的风尝 更加不是偶像崇拜 他们看似提供生命 但要求以生命作为交易 教宗表明以整个生命 爱天主和爱人如己 这是一切开始和重新开始的根本和基础 那如何将爱化为行动呢? 首先就是朝拜 这是对天主无想和出人意料的爱的第一个回应 朝拜意味着承认天主是我们活着的意义 在朝拜天主的同时 我们便会发现自己是自由的人 这是为何在圣经中 将爱上主与对抗各种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 教宗说 正如圣泳第一百一十五篇第四节 朝拜天主的人拒绝偶像 因为天主令到他们自由 偶像即令到他们成为奴隶 偶像 更批骗我们从未兑现所承诺的事 因为他们是出于人手的作品 教宗告解地说 我们必须始终对抗偶像崇拜 那些细族的偶像崇拜 往往来自个人的虚荣心 如贪求成就 不惜一切代价 自我的肯定 对金钱的贪婪 我们不要忘记 魔鬼是从那些钱袋里进入的 还有升迁的诱惑 但是也有那些 乔装成灵修的偶像崇拜 去告诉人 我的宗教思想 我的灵修才是那种生活 教宗说 我们要保持警惕 不要将我们自己 而是将天主置于忠心 这就是需要回到圣体音前 朝拜天主 教会应该是朝拜的团体 在每个教区 每个堂区 每个团体里面 都应该朝拜上主 因为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去祈求耶稣 而不是我们自己 教宗指出 去实践爱的另一个举动 是服务 即是爱天主和爱近人 若对世界的呼喊充以不问 就不会有真正的信仰体验 若不关怀近人 就不会去爱天主 这样恐怕会成为法利赛人 教宗说 我们可能确实有很多改革教会的好主意 但是我们要牢记 朝拜天主 以祂的爱去爱我们的兄弟姐妹 这个才是重大而持久的改革 教宗希望教会为众人服务 尤其是战争的受害者 移民、穷人和弱势人群 作为耶稣的门徒 我们愿意将另一个酵母带给世界 就是福音的酵母 天主居于守卫 与祂在一起的是那些祂所宗爱的人 穷人和弱势社群 一个为众人服务 为最卑微的人服务的教会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去梦想的教会 教宗强调 这个教会接纳、服务、爱以及宽恕 总之 这个是一个更有公义同行精神 和全教使命的教会 教宗也都感谢所有参加 今次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成员 免礼他们继续一起行走、聆听和对话 他最后祝愿众人 在朝拜天主和福祀近人里 一起成长 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圆满结束 但是第一期的会议完成了之后 我们还有第二次的会期 会期将会在2024年的10月继续进行 请大家继续为他们祈祷 炎与光亦都特别多谢所有的赞助人 支持我们来到现场报导 他们包括 Scarborough Foreign Mission Society 斯加布罗会 圣妍会 天主教圣曹桂英堂 中华殉道圣仁堂 Dr.Kenny Chan 和Shirley Ng女士 多谢各位的支持 请大家继续为我们天主教传媒祈祷 希望我们能够将最好最快的信息 带到给大家 多谢你收看 的旧 我们要求祈祷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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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